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请林谦 小文兄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 总统蔡英文在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正式对外公布说明兵役将延长一年 适用的对象是94年次在内之后出生的一男 从2024年起就要实施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 但是身为总统身为三军统帅 捍卫国家安全 确保国家利益 让台湾永续生存 是我作为总统无可回避的责任 总统召开记者会拍板宣布兵役延长一年 对象是94年次在内之后出生的一男 2024年起实施 那么现行的四个月军事训练一制度 在兵员的量能和训练的品质 都已经无法因应迅速 而且顺其万变的战备局势 从2020年开始这两年多来 我每两个礼拜亲自主持会议 经过国安会跟国防部共同作业 成龙一男训练项目将与时俱进 薪资大幅调整至至少两万元起跳 我明确地告诉你没有美方的压力 我想今天主要传达的是给我们国民的讯息 否认是要向北京传达任何讯息 以至于会否担心影响选情 整个最后的方案形成的过程中 都有跟院长跟副总统 我们大家都有一起讨论过 那我们希望能够跟社会做最大的沟通 取得社会最大的支持 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一年 我们要花很多的心力 来跟社会沟通的一件事情 国家的利益优先于政党的利益 总统这样的立场我们大家都一致 我没有其他的补充 强调会沟通再沟通 要说服社会总统以这句话结语 只要台湾够强 就会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主场 就不会变战场 青年就不用上战场 TVB的新闻和复华六听题 台报道 那94年次之后的义务义义男 确定要当一年的兵了 而且原本五周的入伍训 也要延长到八周 有的人就感叹说书快读不下去了 爬不上去的就要倒大没落 并延长一年正式排版 熟悉的500公尺障碍 只是新训基本款 以入伍训来说 除了一般课程 体能战技 兵器训练 步枪至少打上160发 战斗教练也加入了战伤救护 战术行军 有家归不得的兴训 更从原本的五周变成八周 现在一些老兵讲 这个讲说 这个会超得很凶 那我其实以前 大部分我觉得是在超体能 以我们现在的 接触的目标来看的话 不应该是只是回到以前这样 最痛苦的兴训 要从五周拉长的八周 接续44周的部队训 例如驻地专精 激励宣演 还要参加联合演训 一年内八百发步枪子弹 打好打满 且照表定计划 还可能要学习操作 刺针 标枪飞弹 或红准 火箭弹 不过这消息 发布之后 首批试用对象 94年次高中生 再半个月就要迎来学策 应该会觉得很 还是要赌 没办法 不然以为我不用 然后后来才知道 原来看完学策 直接去当兵 只差没把郁闷神情 写在脸上 不过当过兵的 迷党立委候选人 吴一农 硬紧PO出自己的行军照 却被行家抓包 这款描具 应是物镜短 目镜长 枪上的镜 完完全全都装翻 这也是时隔745天 蔡英文总统再度接受 中外媒体的联访 将近30个题目 可以说是问好问满 而总统跟即将接任 党魁的赖副总统 互动当然也成为焦点 而总统也首度松口 他认为赖总统 是好的总统接班人选 就是说礼拜三的中午 我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下午就可以有多一点时间 去做其他的事情 副首类清德 即将接任党魁 总统身为党员 未来到底是听主席的 还是仍由自个拍板 决定总统笑着给答案 我希望他把党带得更好啊 第三题问说 您觉得他是不是适当的 总统接班人选 我觉得他是啊 他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政治人物 他已经在政坛很久了 所以他的一切的一切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坐在总统右手边 赖副总统布什与总统交头接耳 听到难以决定的问题 就当众问个清楚 你们情况下会听取党魁的指示 那第一请你要回答 还是我回答 好 我回答 他的办公室 副总统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 那他兼任 他任党主席这件事情 也不会改变我们互动的模式 我们还是会常常坐下来一起讨论问题 台下风声好久不见的 辣台妹终于又回来了 毕竟总统两年多没接受联访这一刻 粉丝足足等了745年 常常看到媒体 那确实我们这段时间 有问答的机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太多人聚集在一起 这个疫情的管控 问了像总统提问 下午三点半的记者会 上午十点就有媒体排队等候入场 而小英总统也没让大家失望 我们今天问了好多问题 不是今天完了就没有机会问了 所以不用着急 你们不是想问 你们是想问问题 将近30个问题 中华媒体问好问满 毕竟宣布兵役延长之后 最难的一关已经突破 接下来的难题 要面对2024的民进党 得应得两人疫情单 台北新闻周一峰 洪富华 林家会 留挺平台北采访报道 而现在希望换隔魁的声音 在民进党内仍然没有停歇 甚至有人认为 下一任隔魁是前副总统 陈建仁的可能性非常高 详细内容 在这边记者邱婉柔 行政院长苏贞昌 未来是否继续留任呢 总统蔡英文今天给了最新回应 她说时间到了 就会来跟大家报告 直播等不及总统的时间 党内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逼宫了 先来看到这位 是民进党立委林俊宪 她在民进党内的派系 是跟赖清德一样的赖系立委 她日前在接受媒体人 黄光琴专访的时候 黄光琴就说 现在整个内阁团队根本就是无法加分 应该要尽快来撤换苏贞昌豆 那林俊宪怎么回应呢 她说你黄光琴已经讲出我的意见了 那么她认为谁适合来担任隔魁组阁呢 林俊宪推荐了一个人 她说苏夏城上的几率很高 这个城呢 最后是前副总统陈建仁 而且她跟赖清德 她认为可以是后菜时代的府院新龙头 那为什么她推荐陈建仁呢 她举出了几个理由 上市在年改时期呢 这个陈建仁呢 她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而且她跟总统的关系呢 也非常好 可以说是充分信任的 党内的分量也很高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行政经验的 而且呢 她甚至还说呢 如果陈建仁来担任隔魁的话 那也代表说呢 她在2024代表民进党 选总统的几率很低 所以这也让人不禁想问说呢 林俊宪推荐了这个 是不是也在为这个赖清德的 总统路来帮忙铺路呢 说到了焕格奎 当然在总统的这场记者会上 外界也聚焦这个问题 尤其行政院长苏贞昌 国安局长陈明通 都被点名要撤换 不过总统被问到的时候 都没有做正面回应 把握整场记者会唯一的提问 告诉大家自己冲冲冲的个性 就连地方治安亮红灯 也不轻易放过 因为行政院长苏贞昌 隔魁保卫战 至今还没打完 苏贞昌盖下台 民意声浪高涨 就连民进党自己人 都点名该撤换 另外压力早就炸锅 败选后一个月 总统参与文依旧卖关子 更别说国安局长陈明通 点燃的一连串论文危机 还能继续当情报头子 绿营内部也反弹 抄袭这件事情是败选的因素之一 那这个部分总统认同吗 总统会不会为这件事情 来跟国人甚至是学术界道歉 我们就让旧姬跟书彦 来替我们这整个社会 解答这个问题 当初不惜与台大为敌 是总统的选择 是非公平 现在交给社会公断 但网军侧翼在大选政场上 主导议题 到处出征 被绿营明带 炮轰式 败选主因 在这个选举中 所想表达给我们 执政者的这些讯息 那这个我们都会一一的 在我们后续的 很多的提出来的方案 跟行政作为上面 来回应 游问必答 却都识问虚答 内阁改组 外界深深催 总统说都听到了 就怕最后是听而不见 TVBS新闻送不到 金龙市议会议长 有史以来 一直都是国民党独占 不过这次却变天了 金龙市前市长林又昌 是一大功臣 再请宛柔 大脉了解 民进党在这一次的 走合一选举大败 不过呢 在议长选举中 可以说是 有所斩获的 像在基隆市 民进党就首度拿下了议长 这个位子 原来这一次 他们发现说 民进党的席次 是有增加的 非常有机会拿下 所以他们也抛出了 跟亲民党一块合作 不过呢 在投票前 他们也发现说 其中一名的亲民党议员 郭美秀呢 是不会来投民进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王夫 也是前议员 杨时辰呢 过去呢 国民党对他是有提名之恩的 所以当然郭美秀 不可能投民进党了 到底该怎么应应呢 于是呢 他们也找上了 国民党前议长张立方 这个张立方呢 在过去困顿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新科议长 童子伟的爷爷 童勇呢 曾经来帮过张立方 也拉了他一把 所以为了报恩呢 他把他的这一票呢 宁愿退党 也要来支持童子伟 那么说到童子伟 很多人可能对他很陌生 不过他的表书 是相当有名的 他的表书 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那赖清德在这一次的布局上 到底有没有帮忙呢 其实赖清德呢 是一直非常尊重地方的 所以不管是各派系合作 还有这合纵联合上面呢 他都是一个协助者的角色 而就是从旁协助的 那谁才是大功臣呢 其实就是基隆市的 前市长林又昌 因为他就是发现说 民进党这次非常有机会 拿下议长这一职 所以呢 他在事前就运筹帷幄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那现在呢 卸下市长身份之后呢 他的校外部要去哪里 有没有可能高升到 中央政府呢 据悉呢 这个交通部长 他就是被点名的热门人选 今年税收超增了四千五百亿 民进党跨派系喊话政府 要求比照消费券 跟增新券 将这笔钱全民普发 每人至少一万元 而且大部分都建议 以现金的方式来发放 不过总统依旧没有正面回应 全民共享 普发现金 普发现金 春节送红包 税收超增四千五百亿 民进党立委跨派系串联 及永言会之后 新系与中国会大动作 喊话政院呼吁全民 普发一万 春节前后 用十倍券的方式 或是普发现金的方式的话 这是一种及时语 好的经济成果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政府能够 全民共享 相较于马政府 时代的消费券 因为金融海啸 冲击每人发三千六 绿营执政 疫情期间也两度发券振兴 包括前年一千换三千 以及去年的每人零五千 现在一万怎么发 比照五倍炫发十倍炫 还是现金 似乎派系之间还没瞧好 但预算金额上看 两千四百一十亿 确实还在超增负担内 我也赞成说 我们能够用发现金的方式 来让忠诚底层的民众 感受到政府 对他们的照顾 这并不是超收税金 发现金会比较用 而不是用普发的方式 明年的经济情势 其实挑战性是很高的 这个礼拜 我们会找一个时间来开 我们的国安高层会议 就我们整个总体经济 还有我们的产业 所面临的困境跟困难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作为 预告即将召开国安会议 是否普发现金 总统留了伏笔 重点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要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政府的负债也有蛮多的 为什么你这些钱不还债 政府名人度预算书中 政府债务未长余额累积 上看六点六兆 创史上新高 有钱不还债 就怕普发不过又是一场烟花 TN新闻周一峰 李嘉惠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 才刚上任 迎面而来的就是千头万绪的市政问题 还有哪些期待解决的挑战呢 时间再交给宛柔 新冠上任 大家总是会期待说 这个新的县市首长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建树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蒋万安 根据这个网路温度计的调查 台北市民到底关心哪些议题 哪些难题 也是蒋市长即将要来解决的问题 先来看到 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这个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呢 其实蒋万省前也有提过 他希望的这个入住年龄 可以调整为20到40岁 再来呢 这是都市更新的部分呢 因为呢 台北市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呢 现在的这个老屋 30年的老屋以上的比例呢 已经占了71.3% 那么说到住呢 高房价也是很多人关切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说呢 我真的买不起房 如果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的话 我可能得要饿肚子16年才买得起 第四个呢 这是内湖的交通问题 这个柯文哲当了八年的市长 在内湖交通还是无减 所以蒋万也说呢 他会推动让这个东环段 还有系纸名声线呢 可以在两年内来动工 还有长照 因为现在人口呢 这年龄比例 真是越来越高的 为了减轻家属的负担呢 蒋万也说呢 这个私人长照的部分呢 每床呢 每个月是补助两万块的 还要再来第六个 就是大巨蛋了 他曾经也夸撒海口说呢 希望可以在一年内呢 可以在大巨蛋来做比赛 就是让大巨蛋启用 另外还有大家很关心的 拖银问题 还有拖北 所以他要成立了 人口对策办公室 那么如何净零排碳呢 还有之前有提过说呢 可以用耗能电器呢 以租代满 再来就是了社子岛 社子岛到底该怎么改建呢 现在其实社子岛自救会也说呢 希望不要跟柯文哲的政策 是一样的 能提出新的办法 台北市长蒋万安的人事 又让国民党内有违词 因为蒋万安找来马总统时期的总统府发言人 英伟担任市政顾问 却挨批国民党有难时 英伟远走他乡 这次选举也没战功 却能够担任顾问 英伟本人对于新职务很低调 而蒋万则是说会用成绩对外报告 首度主持市政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 先确认没人对议程有意见 但他找来马总统时期的总统府发言人 英伟担任市政顾问 国民党内可就有杂音 尽管说要给英伟观察期 但来因议员没再客气 批评当年马总统后期任用的青年军不接地气 害国民党丢掉政权 罗志强就在台湾走出自己的路 英伟却销声匿迹去的澳洲 直到来因今年选举大胜才出现 练习会议的英伟很低调 只是39岁的他 过去承认马总统进办发言人 国民党发言人文传会副主委总统府发言人 蒋万安是看中他什么专业 邀他担任顾问 找国军还有英伟 主要是借重他们过去在中央和地方的经验 以及在民间的历练 透过很实际的成绩来向大家做报告 又人又遭自家人质疑 蒋万安一贯四两拨千金 因为他急着处理的是过几天的跨年晚会 会不会恢复好龙斌时 要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 我会邀请柯市长 那侯市长我了解新北市也有跨年的活动 我想这部分可能也是要尊重新北市政府他们活动的安排 前市长柯文哲都说别邀了 蒋万还是不死心 加上党内不满人事安排 蒋市长跟英伟都得拿出成绩 先通过来赢自己人这一关 TVBS新闻华少平立平台北报导 另外蒋万安还找来国民党立委林一华出任副市长 可是拖到明年二月才就职 因为剩下的任期不到一年 依法缺额不补也引起外界质疑 还被民进党炮轰去脚踏两条船 因为这的确是本来不在我的人生规划 那我觉得对我现在工作的阶段性的完成 我自己觉得也很重要 曾经拒绝过 但在国民党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 身影三天 台北市准副市长林一华终于现身 但依旧是为了任内要事 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找他担任副市长 议场上市政会议上就是不见身影 因为要等到明年二月 才会接受 林一华强调自己没有落跑 却遭民进党炮轰 时代已经不一样 距离你上一次 林一华委员担任台北市的局长 已经超过十年以上 立法院这个会期 就到一月十三号就结束了 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二月一号才就职 这完全就是政治的算计跟卡位 只是说林一华明年才接任副市长 剩下的立委任期不足一年 却而不补 直接让国民党在立院少一个席次 对此林一华只说去问党团 也再次强调立委服务处不会关门 真的没有落跑 两次被弃选民 林一华委员你还要说没问题 你是不是太自我感觉良好了 那我就想问了 同你的二十八万的大安区的选民 跟将近两百五十万的选民 台北市民都不重要吗 你把他们当手杀的吗 不当小孩做选择 被劈脚踏两条船 明年入府就职 一场上少不了绿营的炮火猛攻 TVV的宣文 红富华张敏如 刘廷廷林立台报道 请支持TV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